就是要敲骨吸水 从性命到足血 再到鲜红淋雨 又到体内的雀骨等 充分榨取价值 从头埋到脚 你一招 大言不惭 你算什么东西 凭你也敢打我主意 别在那里做白日梦了 朱武雀自然震怒 大声斥责 别说是你 就是最辉煌期的地球又如何 还不是被攻破 你的祖先被我足猎食 至今我家中还有儿等祖上的遗物 甚至由不服的圣人残驱 当作收藏 不识展示 楚风瞪眼 红毛山去 叫什么叫 叫什么叫 一会我就喊通天快递的人 将你的血 淋雨等都邮寄走 你已经是我的售卖品 元寿平台 人们惊叹 不少人傻眼 这种事 竟要发生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叫卖圣子 而且准备斩掉后 拆着卖 太凶残了 平台上 有人在提醒与纠正 我们是通天虫洞公司 差不多 反正就是星空快递 楚风回应 而后很郑重 楚武雀是我的第一单生意 所以价格上会便宜点 能给我进军逍遥境后的各种能量体 解析秘籍 我将他的性命羽毛 血等等都打包卖给你 年轻人 你太贪心了 一种能量体的解析秘籍就很珍贵 何况是各种都要 我这里有银菩提 你该要 我这里有彼岸花相解 我这里有台上芭蕉扇的药益 楚风点头 成 第一件货物就这么定了 你们留言给我报价 到时候 我选出最佳者 你找死 主武雀脸色铁青 寄出一件秘宝 进攻祭坛 恨不得将它立刻震落下来 一刹那 宏大祭坛发光 各种场域符号被激活 顿时让元寿平台上的直播不清晰 信号糟糕至极 元寿平台上 一群人不满在那里大叫 主雀你作死吗 不要乱攻击 主雀想骂娘 这还有天理吗 受害者反击 结果却被那群立以熏心的人斥责 他真想杀人 片刻后 卓里宁静下来 警务与声音等可变了 来各位 请看第二件货物 他自称李凤 来自柔风高等星球上的圣女 楚风 指向那个比一般男子都要高的女人 手持一杆大吉 他的目光相当的凌厉 楚风进一步点评 看仔细啊 这身段绝对是宇宙超魔级的 千多五角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容貌也不错 这样的素质少有啊 这绝对算是高度称赞 但是在李凤尔中实在太刺耳 鹰白的翘脸顿时阴沉 哦哟 这居然是高等星球的圣女 老夫要了 要了 谁也别抢啊 握出三本顶级能量体 解析秘笈 有人反驳 这位前辈虽然没露真容 在匿名 但是我能感知到 你是老古董 年岁一大把了 就别来缠乱了 我等风华正茂 景派高等星球的圣女 那才算是雅士啊 滚 老夫进化四百六十载 如今血气鼎盛 正是人生黄金时期 当景派一族圣女来点缀人生啊 你这老不休 别争了 别争了 甲高者得 我有佛祖 张六金身 这种至高能量体的残缺秘笈 这个圣女 我要了 平台上 一群匿名的人要打起来了 甚至有人要约战 楚风看的眼睛都直了 这些人中有老混账 也有自认为风流倜傥的大家族子弟 争抢高等圣女 很显然 李凤比诸武却好卖多了 报价上要高上不少 而且竞争的人数十倍不值 我身边也缺圣女 计划要凑满一打以上 这个李凤啊 我在考虑下 到底要不要卖 楚风犹豫着 你想轰台价格吗 不行啊 你这个土著太可恨了 想染指李凤圣女 我要跟你决斗 我只要圣洁的高等圣女 楚风顿时斥责警告他们 谁叫我土著 直接取消交易资格 你们还是报价吧 条件足够好 我可以考虑 不然的话 我就自己留下暖床用 你们可要想好了 这可是宇宙超魔级的圣女哦 楚风 你最好奇的 不要落在我手里 不然我不会立刻斩杀你 而是要让你尝遍世间各种酷刑 胜不如死 李凤手持大吉 点指祭坛上的楚风 咬牙切齿 今日之经理太荒唐 让他杀气腾腾 楚风无拘 反倒更进一步点评 对了 朝魔圣女李凤 来自柔风行求 乃是一位女性圣人的后代 这样的话 身价会不会更高啊 我要定了 我相信 通天冲董公司 能够保持隐私性 不怕圣人追查 楚风微笑 不管这些 下一个 接下来 他拍卖宇文峰 称这是圣人宇文成空的后人 拿去当捕捉 绝对有面子 买宇文峰死的人有一些 但不是那么多 忌惮圣人宇文成空 然后轮到子鸾 白玲这两位圣女时 人们的热情顿时又高了 纷纷热烈竞价 我有一点得说明啊 我自己身边 也要留下一些圣女 你们价格不足以 让我动心的话 就不要折腾了 这让一群人不满 大骂他奸商 接下来 是一头金刚猿 性格有点暴躁 但却是一头 老圣猿的后代 血头很强 无论是拿来当 守护山门的瑞兽 还是去吃猴脑 那都绝对是 物有所知 当然 你们看看他的皮毛 金灿灿 橙色太好 是制作顶级大衣的 好材料啊 下方 袁坤 费都要炸了 圣子啊 去守山门 甚至被当做食材 皮衣材料 这得有多糟减他 楚风一拍额头 哎呀 忘了啊 一不小心 圣女都快卖完了 就剩下捧来一个 千金小姐陈戎 这件货物 有人要吗 毒药 太恶毒了 毒妇 我要 令犹妙用 送我师兄去 让他倒霉 嘿 我也可以考虑 我们恶魔岛 最不怕品性差的女人 楚风文言露出意思 这种货物也有人要 下方 陈戎脸色冰寒 目光阴逸 起得浑身都在哆嗦 他一正同自居 祭坛上 那个人竟这么作践他 要 我封月阁需要 毕竟 他也算是借此 有了一点名气 楚风白首 这是非卖品 不卖 在众人愕然 陈戎露出异样之色时 这货物质量太差 我会埋进毛坑处理掉 我这人讲究诚信 同搜武器 不卖水货 楚风 你这个奴仆 我必然要将你 碎尸万段 时间不长 贺展 猎山等 也都早已拍卖完毕 当然 这是异乡而已 让人报价 距离十几成交还远 各位也知道 我现在正贯通逍遥境 急需相应的各种秘籍 这样 才能去猎捕 你们中意的神子圣女 有人可以先预付吗 价格上可以商量 我给你最大优惠 不行 没有这种说法 先给你秘籍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怎么办 没有诚意 这绝对不行 一群人都不想冒险 谁知道楚风能不能杀这些神子 能否猎不到圣女 万一 厨师未竭 身先死 自己先送命 他们的预付款 岂不是白付出了 这时 元寿平台的那位组长林奇 联系楚风 说可以送给他需要的东西 但前提是 他常驻元寿平台 不要去几家竞争对手那里 没问题 然后 楚风发现 光脑上多了一些电子手渣 里面讲的都是 禁军逍遥警要注意的事 以及一些 基本能量体的构建制法 称不上顶级密集 但确实是最质朴的东西 事实上 无敌的道路需要自己去泼墨 而你所在意的能量体解析 这些可以慢慢来 是小道尔 甚至能自创 林奇告知 好 多谢 此时 楚风体内天翻地覆 能量暴涨 冲击全身 在正断所有枷锁后 他体内就在发生变化 如同混沌般 各种能量激荡 现在 他开始了 直接一冲而过 紧局逍遥领域中 然后 他在泼墨 要勾勒无敌的 大道化掘 懂不懂 然而在他体内 却不宁静 天翻地覆正在发生巨变 数十道枷锁开启后的源头 像是火山喷涌 能量绝低 冲洗他的每一寸血肉 熬练他浑身的筋骨 内饰的话可以看到 他的体内 如同地域岩浆沸腾 到处都是破坏 到处都在冲击 简直要失控了 他已经打破繁笼 禁军逍遥领域 但是 这种滋味很难受 因为他开启的枷锁太多 现在能量沸腾 共同冲击 几乎将他的躯体撕立 别人十二道枷锁 便实现生命层次的跃迁 而他多了数十道 根本不可通日而语 尤其是他想泼墨 勾勒自己的道路 必须得磨灭这一切躁动 遭受的阻力不可想象 随时间推移 除风颤抖起来 肉身迅猛进化导致的结果 就是各种变化太机里 肉身极尽崩开 想要泼墨作画 必然要让自己回归原始 内外无暇如一 磨灭各道枷锁部位 对应的艺术 这一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 除风的身体内部 像是在大爆炸 再也无法保持宁静 全身毛孔在喷血 逍遥镜的话剧 不是那么好勾勒的 当然 主要是因为 他这条路特殊 开启的枷锁 密密麻麻 令人生畏 除风左手心 那个闪电符号炸开 内部就不用说了 雷霆交织 沿着他左臂向上蔓延 冲击向躯体中 而外在表现也十分惊人 他的左手血流如主 行行点点 简落在祭台上 这才是开始 身体各处枷锁开启后 所获得的 紧乎神通的艺术 全都要斩掉 彻底归于虚无 让身体紧乎混沌方好 才能作画 接着 楚风的右手那里 火光冲销 太赤声了 熊熊焚烧 他的手掌 都是轰得吓人 噗的一声 一道血气 自右掌 撑起跟着点燃 那仿佛是 楚风的惊魂在焚烧 有一种艺术被除掉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比曾经证断枷锁时 更艰难 动辄就会危及到性命 让自身的行与神 都在严重的内耗 但是 楚风只能坚持 脚步已经迈出 根本收不回来 语达高峰 必忍其痛 欲带王冠 必成其重 接下来的是双脚 楚风曾犹豫 到底要不要 废掉神族通 最后他咬牙 决定磨灭 因为 依据他的了解 有不少秘技 比如陆地神行术 天涯之池等 若有机缘修行 效果极佳 甚至 也有神族通这种秘技 比他现在掌握的 更成熟与完满 一刹那 楚风双足发光 像是两轮小太阳 而后 绽放血雨能量光束 他的面孔略微扭曲 这种破灭太痛苦 接下来是楚风的脊椎骨 他现在呈淡金色 犹如一条蛰伏的黄金金龙 此时 脊椎骨像是炸裂般 那里附有一件金色兵器 有时为龙剪 有时也能化成龙枪 金光刺目 兵器断裂 而后被磨灭 最后回归为原始能量 再激荡 楚风的脊椎骨 发出清脆声响 体外血迹斑斑 接下来 他内饰心脏略微迟疑 但还是选择磨灭 这里的枷锁开启后 让他恢复力惊人 好处巨大 他曾问过黄牛 也请教过夭夭 得知有密技可取代 比如 青铜壁壶断尾术 银残再生术 不死术等 都可以替代 只要修成一种即可 当然 这种稀有密集的价格昂贵的离谱 一般人想都别想很难获得 然而呢 在不久前楚风看到一条出路 可以卖神子 让人警派圣女等 跟星空深处的人缓取所需 在这之前 他可不敢轻言放弃心脏部位对应的恢复术 现在则有底气了 心脏那里 撕裂般的疼疼传来 楚风可惜 这就是禁军逍遥警所要面对的 别人熬上一段时间即可 楚风正断枷锁太多 后面有的瘦了 肺部痒的羹筋减气 瞬间化开时 简直要自斩肺液 毁灭自身五脏 楚风呼吸急促 胸膛剧烈起伏 就这样 他将一数一种接着一种的磨灭 遭受猪般的痛苦 有几个地方 他放到最后 比如肾部 楚风皱着眉头 狠心破开 顿时肾气清斜 能量回归原始状态 他一声闷哼 急忙内视 怕伤到本源 随后 楚风硬着头皮 选择让另一紧要 而又脆弱的地方 谨慎的引导特殊的能量 归于自身 元首平台传出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叫道 这小子开启的枷锁有点吓人 难道都已贯通 他现在盯着哪里看呢 我怎么觉得是山雀呀 嘿嘿嘿 如此磨密 一不小心别把自己废了 幸亏 楚风现在听不到看不到 跟外界隔绝 不然的话 非走火入魔不可 他长叙了一口气 一切重归本源 内外如意 宛若混沌 当然 眼睛除外 火眼金睛 是楚风唯一保留下来的能力 没有磨灭 因为这种眼术太逆天 望遍星空 有几人可称呢 很多人开启眼部加速 所获能力 不过灵眼道边 火眼金睛 这种眼术号称禁术 根本就没有秘籍 可遵循修行 这是天成的 终于 我体内一片迷蒙 宛若混沌 各种能量混合 可以详细构架 我的进化路径 楚风自语 归于原始 身弱雪白智章 亦可称混沌 无序状态 有人说 所有神能本领 都磨灭为好 让身体无瑕 也有人说 追求越完美 越是有缺陷 从而 也有保留下一种 艺术的传统 泼墨画卷前 留下火眼金睛 楚风有自己的打算 他有某种推延 进可攻退科手 楚风盘坐 再次默默思量 觉得并未遗漏什么 他深呼吸 让自己静心 此时他身上满是血 甚至额头也不例外 一团精神刚化成的 吃大忌的模糊小人 也已被化了干净 在楚风即将开始前 他一阵的心计 他坐直身体 双瞳神王射出 停止所有举动 饥饿 困乏 一阵内耗 严重的感觉吸上心头 瞬息间 楚风饿得受不了了 撕裂数十道枷锁 然后又一举 管通全身 进入逍遥领域 那可怕的后遗症 终于爆发 在来之前 他在龙虎山吃过星河龟蛋 早已打下坚实的底子 但现在还是发作了 这一次 他撕裂的枷锁太多 再一举破尽了逍遥境 简直是在拼命 熬练自己的心血 与惊魂 因为正常情况下来说 得用岁月去耗 这么短的时光内 他激烈蜕变 将多年的进程归于一日 太霸道 拿命在赌 这么做 会导致自身枯竭 亚神兽的胆 果然有独到之处 让楚风撑到现在 遥遥 虽然轻描淡写 将星河龟卵 贬得不怎么样 真实情况却是 他们内运 无与伦比的生命奇迹 龟类长寿 尤其是星河龟 那简直是滋补胜品 若是没有这种神卵 楚风肯定熬不住 这样激烈而熏猛的进化 会将自己熬得早衰 干枯至死 在来之前 他一共吃了三颗蛋 其中一颗消化掉 另外两颗蕴含的精华物质 被遥遥灌注在他全身各处 现在宛若山洪决堤 所有细胞都在饥饿 另外 两颗亚神兽卵的精粹物质 直接被吸收个干净 他等于吃掉了未来的亚神兽 短暂的心机 而后又被滋补 他的行语神没有干枯 像是经历一次死亡 楚风回归平静 周身细胞银霞绽放 生机勃勃 涌向各处 那堂鞋的手臂 双足 额头等都愈合 彻底恢复 他面色平静 看着身边的阵御印 乌光覆盖此地 保持安宁 没有危险 自从激活此印后 他已经知道 之前多虑了 朕寓印 昔日绝对是重器 每次动用 都可持续十几个时辰 对他来说时间充裕 可以让他从容进行 他取出光脑 仔细阅读 林奇送他的点子笔记 都是前人手扎 扫描在光脑上 他要尽善尽美 做到最好 不留下遗憾与瑕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多虑了 能量体的解析秘籍 不是必须的 比如佛族的至高能量体 杖柳金身 就是该族天才 进军逍遥境时 勾勒的无敌画卷 在后来的岁月中 不断完善 演绎出无匹的威能 楚风点头 心有所悟 接着 他看了一卷又一卷 前贤手扎 弥足珍贵 柴树的观点 都有想通之术 适合自己就好 完全能自创 至于彼岸花 太上芭蕉叶等 在泼墨自己的画卷后 可以去参考 与拿来点缀 而非一定要先行获取 跟我自己的画卷 没什么冲突 可以了 楚风月弊 月发的震惊与从容 他猛地起身 站在祭坛上 俯视四方 体内翻腾 各种能量激荡 若混沌在北开辟 他在勾勒 在泼墨化绝 一轮金色的太阳 与体内腾起 映照苍穹 越来越大 而后将他自身笼罩 覆盖在那里 随着他挥拳 宛弱一位圣皇觉醒 全意爆发刺目光芒 双手像是在推动一轮大日 巡视天下 以大日为根基 挥洪而磅礴 祭坛下 那些神子圣女动容 这是一种霸道的话卷 元首平台上 许多人则心惊肉跳 原因无他 这是映照诸天的某位存在 曾经泼墨所作画卷 这个级数的志强者 有多少人敢模仿 那是找死呀 宇宙星空中 许多聪明的话卷都是公开的 但是你不一定能模仿 走不出前人的路 多以败亡而告终 圣人的话卷 沿着他们的路走 去泼墨 挥耀人命 而映照诸天那种层次的 生灵所画的话卷 就更加可怕 简直是催命符 后人真要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那是在自觉生路 许多天纵之才不信息 结果下场很惨 自无性命 曾有一句名言 道出一切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可以汲取他们的经验 揣摩他们的思路 而一味模仿 那是自杀 然而 接下来 那轮金色的大日散开 成片的金光 重归于楚风的体内 陈蓉目光阴冷 他放弃了 他是有自知之明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他驾驭不了 这要勉强进行下去 自身肯定分崩离析 白发猎山笑了笑 他是由一头银色穿山甲 进化成的 脸有些狭长 牙齿很锋利 在素素声中 楚风周围雾矮弥漫 一口池子出现 接着一株又一株 青莲浮现 像是开天时的 唯一莲池显化 这是一幅古卷 曾有应照 竹天的强者 是他为根基所在 大齐皇子 齐宇 顿时心惊 第一次露出隐忧 因为 楚风真要成功的话 成就将 无比的惊人 这种画卷在星空中威名赫赫 但凡天总奇才都向往 据文 泼墨出这种无敌画卷的 是排名前十打的星球上的一位 无上强者 他映照朱天的时候 古老的骇人 后世 有不少效仿者 都是奇才 可成功的案例几乎不可见 多为东师笑评 不过 世间没有绝对 终究是有三人 于不同的时代 先后的勾勒成功 那可真是正式的世界 三人 各自的战机 辉煌到吓死人 碰的一声轻响 最终时刻 混沌连池瓦解 一切 再次归于虚无 楚风竟然又一次放弃 有人遗憾 真希望他去试一试 看能否成功 借此 踏出一条不败之路 可惜他退出了 也有人释然 露出理解的神色 这种话诀 现在有多少人敢去尝试 写的教训 死的天才太多了 星海中 很多人都在期待 楚风究竟要如何选择 勾勒出怎样的一幅话诀 陈戎 宇文峰 猎山等人在地狱 暗自商量 目光不善 盯着祭坛上的楚风 祭坛上 楚风长发齐腰 如绸缎子般光亮 他眼神灿灿 哄的一声 在他周围 浮现了一页又一页 金色的纸张 这是金卷 再次引发惊呼声 因为 这是宇宙中的 绝世画卷之一 当年 曾有人周围浮现 一页又一页天书 无文字 无图痕 金色纸张 可用来捕捉天地间存在的各种法 掠夺各种造化等 将之鸣刻在空白的金色精卷内 非常逆天 据问 圣人宇文成空的百画呼吸法 就是源自刺道 确切地说 是其中的一个枝脉 可以想象 这幅话卷 多么的逆天 此时 那些金色纸张 很真实 宛若真正的无字天书 罗列在楚风的周围 担金光泽 将他硬衬得超尘脱俗 他构建得很真实 这幅画卷 多半要成了 圆寿平台上 一片轰动 人们很震惊 楚风居然有这种手段 泼墨出这幅画卷 其台下 正在密谋 商量如何除掉楚风的宇文峰 一脸阴影之色 他眼中的逆肿 居然在泼墨此画 需要知道 他们这一族的崛起 就是因为该族圣人宇文成空 当年模仿出几页无字经诀 现在 楚风居然当众勾勒 也要描绘出这幅绝世画卷 这是针对他示威吗 最后关头 楚风一挥手 几页金色金卷焚烧 被他点燃 化成神光 没入他的体内 他 依旧放弃了 这让人动容 刚才都有成功的希望了 他居然这么放弃 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泼墨出怎样的画卷 难道 所做这一切 都是在试水吗 最终 楚风嘴角露出笑意 火的抬头 在鸡摊上方 在他头顶的上空 排列苍穹上 共有一百颗星球 映照竹天 也映入他的眼帘 苍穹下 共有一百颗星体 色彩斑斓 连成一线 仿佛更古长存 横在祭坛上方的高空中 有的鲜红如血 有的碧率 升机旺盛 有的紫芒 霸道摄氏 看着 只有磨盘那么大 但全都是气息恐怖 像是能压碎大宇宙 楚风抬头 承受巨大的压力 一百颗星体的斑斑色彩 映入眼帘时 他们的可怕 危压传递而来 让人不敢正视 真正的映照竹天 宇宙中 能量最为浓郁的 前一百颗星球 屹立着最为强大的进化者 映照外遇 被各族膜拜 从而祭天 看到楚风这么抬头 下方的人自然也痒吧 但很快低头 不敢久视 有身子 圣女的追随者 不知身前者 多看了片刻 顿时恶骨军裂 精神萎靡 直接胎软在地上 还有人蹊跷流血 四四发抖 跪伏在地上 祭天之所 谁敢不尽 神是诸天 当喜惹身瓦解 牺牲崩溃 宇文峰喝道 提醒他手下的骑士 其实 各大生命星球 大多都有祭天之地 但是 一般的人临近不了 扑从 没资格出现在祭坛附近 楚风凝望 死死星光落下 不受阻挡 直接穿透进他的体内 跟其他星光不一样 事实上 天宇中那一百颗星体 并非真实的 而是映照各域 显化所致 他们太超凡 高高在上 照遍万成 无远不及 不可阻挡 不过 当星辉落入 楚风体内 那寂静的黑白小 磨盘 开始缓缓转动 被他所吸收 他磨掉所有星光 最主要的 这里是 遗弃之地 若是其他星球 寂天所在 一旦注视 浓郁如水的星光落下 万灵 战战兢兢 不由自主地 顶礼膜拜 楚风承受住了 体内黑白小 磨盘旋转 不是很快 而他 则在盯着那一百颗星体 仔细观看 这就是他的目标 那可不光是星辰世界 当中 还各自屹立着 模糊的生物 那是真正的 恐怖源头所在 比如 在磨盘大鲜红如血的星体内 混沌弥漫 有一个女子 身前横着一杆天歌 镇压竹天 在另一颗星体内 有一名骑士 端坐在一头可怕的凶手上 铁蹄下是崩坏的星空 做其的前提 更是直接 踏出一颗生命星球 这一切都是模糊的 画面朦胧 但是却震慑人心 还有的星体内 那生物寂静不懂 但眸光 仿佛可隔断时空 镇骨朔金 总之 这一百颗星体 都太过神秘 甚至也可说是诡异 让人不敢直视 会产生颤力 与阵阵惊悚之感 这就是楚风的目标 他要泼墨一幅无敌画卷 还有 比这一百颗星体 更可怕的吗 最强大的一百强者 映照朱天 若成为他的画卷 那真的不可想象 不过 他也在担忧 这幅画卷太拟天 一个不是 他将星体崩开 精神磨灭 顺细节 身死倒消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管乎性命 他足够自负 证断全身枷锁 但事到临头 心中还是有些无敌 不然的话 宇宙中 有些绝世画卷 是公开的 为何没有几人能效仿成功 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 他准备泼墨作画 已经认准了这条路 不会再更改 除风口鼻间 白雾翻涌 运转呼吸法 将自身调整到最空明的状态 准备勾勒自身的灰红画卷 祭坛下 一道身影接近陈荣 小声禀告 小姐 准备的差不多了 已经将几件 长鱼骨气排列起来 布置出一片绝地 就等除风 脱离祭坛 这时 朱武雀也得到禀报 他带来的那根 诡异淋雨 现在被众人 以鲜血浇灌 而今 鲜红雨滴 汲取到足够的精气 可以杀生了 圣女 一百零八根飞机 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能制出 发动毁灭性一击 李凤的追随者 也来密报 宇文峰的身边 也有人禀告 圣子 星空骑士 新年纵横天下的战争 布置完毕 我们的血气 随时可以凝结为一体 去杀人 圣子 圣女 平日间哪里会这般小心 都不用任何布置 直接杀敌就是 但今天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看到楚风 数次勾勒绝实化绝 虽然最后都放弃 但还是让他们皱眉 不怕一晚 可万一成功怎么办 将非常棘手 戏台上 楚风眼中金光暴涨 精神器 攀升到绝跌 已经开始了 在他的锦前 有一头坐骑浮现 踏裂一颗一颗生命星球 景象恐怖 透出霸掘天底的气息 让人惊悚 嗯 他开始了 果然是个粗暴的土著 这么的粗也罢的 这幅画卷 十分蛮横 圣女子鸾 红尘微撇 这般说着 事实上他心惊肉跳 感觉那头凶手太可怕了 简直要 越虚空而出 直扑而来 神子圣女人物还好说 那些蒲丛 哥哥都心头震动 感觉压力颇大 那幅画剧 天生压制四方 有种止息感 宇文峰轻疏了一口气 他还真怕处风 勾勒出一页又一页 金色精卷 那种无字天书 是他们这一族 模仿的根源所在 其他神子圣女 也稍微放松 因为 最起码这单一的凶手徒 目前没在 绝世名画中看到过 不至于忌惮 主武却冷漠地开口 既然他已经开始 必将心无旁骛 若是外力突然干扰一下 你们说 会不会出现意外 可行 大骑皇子 其余点头 猎山 袁坤等人咧嘴 搂出雪白的牙齿 表示同意 祭坛上 楚风已经停下 坐沉思状 这让下面的人 顿时停顿 这时干扰无意义 非得在关键时刻 给他来一下才好 然而 下一刻 四根锁龙庄浮泻 排列在极远处 迷雾顿时腾起 遮蔽众人的感知与视线 这让一群人握拳 他有所防备 楚风 没敢将锁龙庄布置在近前 因为有阵域印在 长玉会被压制 没什么用 他这么做 可不仅是为了防备下面的人捣乱 也是为了遮掩天机 不想援寿平台上的人观看 这是他的话剧 虽然不怕模仿 但现在还不宜天下皆知 因为可能会出大事 他要画的是什么 前一百强星球 内域 应照诸天的强者 这非常的犯忌讳 这要成功的话 被勾画在内的那些人 估计会震杀他 应照诸天 前一百强 一般来说 不会容忍这样沦为背景 袁寿平台上 果然是一片混乱 人们看不到了 只有祭坛外的景物 楚风遮掩所有人的视线后 开始完善化觉 在刚才那头凶兽的背上 出现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恐怖的骑士 踏裂星空 接着 一颗星体笼罩骑士于坐骑 让刚才所有画面都浓缩在内 楚风再泼墨 一个女子 辟逆星海 身前横着天歌 镇压诸天 接着 她也被一颗星体笼罩 所有画面浓缩在内 祭坛外 传来雷鸣声 朗朗乾坤 不见乌云 凭空起惊雷 这是许多人寒毛倒数 这意味着什么呢 让他们不安 陈戎 祈雨 紫鸾 猪雀等 一个个面色都变了 该不会是楚风导致的吧 如果真是因此而起惊雷 那楚风到底做出怎样的一幅 惊世画卷呢 他们都粗眉 非常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随着时间推移 不时浮现雷霆 在天外乍响 但是很诡异 最终没有落下来 这是资料导致的吗 他勾勒的画卷这么逆天 不对 你们看 雷鸣声是在其他地方想起 远离祭坛 不见得是他引动的 很有可能 是惊扰了几天之地 又映照朱天的禁忌存在 不满意 他们在猜测 心头浮血阴霾 祭坛上 楚风可血 他一口气勾勒出 十几颗星体 有的鲜红如血 有的紫芒枕势 有的碧绿如林海 都色彩斑斓 最为重要的是 每颗星球内都有生物 都弥漫可怕生机 楚风面色苍白 这样作画 简直是拿命来写书 以生命气血为纸张 以精神魂力为颜料 消耗行与神 这种后果太严重了 楚风的后背炸开了 巨大的血洞浮血 或许是承受不住压力 或许是冥冥中的天道与惩罚 他差点直接毙命 他深刻地明白 为何许多天总奇才 都倒在这个进化领域中 因为心太大 想要勾勒出绝世话卷 最终却将自己打进去了 雷霆响起时 楚风惊悚 他改应到了 但最后 天雷没有落下来 他知道是什么原因 几天之地 万邪不侵 诸神必退 就是雷霆都被阻隔 无法落下 因为 这里有一颗又一颗 莫盘大的斑烂星球 哪怕此地被遗弃 依旧有莫名道遇 有志强规则 不容毁掉 楚风心有忧虑 当他脱离这片地带时 是否会被雷光淹没 或许时间一过 就算是逃过去了 现在不能分心 还是继续破墨为好 他的画卷太逆贴 真要成功 他自认为是 名副其实的无敌画卷 画到第36颗星体时 楚风身体亮强 脸色越发的惨败 那是一个生灵 内蕴一轮金色大日内 蒲赵诸天 气息太恐怖了 在接下来的作画中 楚风的胸部炸开一道血洞 这是付出的代价 已经遭受强烈的压制 这种画卷过于精实 他自身有些吃不住了 他没有站住 一头栽倒在祭坛上 生命契机差点被斩断 这是在要他的命 过了片刻 他才换过来 重新站起 生命之力再次涌动 如此作画 真的是拿命在进行 血气为纸张 精神为颜料 稍有不慎 自己的形体与精神 就会跟画卷一起被点燃 焚烧个干净 楚风目光凛然 他想做无敌画卷 但却也不想因此而自觉生路 他阅读林奇送他的各种前人手渣 知道如何规避 逍遥层次 这个境界 泼墨画卷 可以在此领域中 不断地完善 并非一蹴而就 无敌画卷 谁敢以此真知完美呢 那是自寻死路 不过 楚风觉得自己还能坚持 还可以再忍上一段时间 继续勾勒 数次绘画 星体增多 接下来 金色纸张浮屑 围绕在一个生灵的身边旋转 随后 被楚风用一颗星体将他覆盖 收容在内 当这颗星体出现在楚风身边后 他大口喷血 身体多处炸力 险些解体 前后透亮的血洞浮屑 就是眉心都在躺血 他的脸色极其难看 好长时间后 他才缓过神 艰难的从鬼门关中还羊 回到羊街 接下来 楚风继续泼墨 数颗星体后 混沌浮屑 一口池子内 几株清廉 速速而动 生长出来 旁边又一人盘足 楚风身体矩阵 身体差点被一分为两半 恐怖的伤口 从眉心一直蔓延到腹部 血流如主 到了这时候 楚风整整描绘出五十颗星球 可是他自身差点毁灭 多次险些死掉 再继续下去的话 必死 佛族 至高能量体 杖六金身 其实也是一幅无敌画卷 当年创立时 曾经持续多年 只要后期完善即刻 楚风叹气 只能到此为止了 不能深入细致地描绘了 他猛然泼墨 一口气 将剩下的五十颗星体汇出 但并未真个儿细致地去渲染 都很模糊 将总的轮廓勾勒处都出现了 就这样 他的无敌画卷出城 全区破破烂烂 前胸 后背 腹部等处 血窟窿一个接一个 有些都透光了 再多一些的话 都能当骰子用了 看得人发肾 眉心也有伤 一直裂到腹部那里 有些可怕 简直要将它抛开 别说什么生可见骨 连肠子都差点溜出来 楚风跟人决战 从来都没这样过 就是被机械族 与西林族追杀 也没这么凄惨 若非他的脊梁挺得笔直 目光如火炬 这样浑身破烂的人 随便扔在那里 都会被认为是一具死尸 虽然伤得重 但是他意志昂扬 因为他初步成功了 有种巨大收获的喜悦感 泼墨出自己的绝世篇章 在他的周围 一百颗星体色彩斑斓 有的金黄瓷目 有的鲜红如血 有的漆黑若深渊 都气息红的 内域深雾 身旺之下 让人窒息发抖 这样一幅精实化剧 若是展出 估计能吓坏一片人 这些 已经跟他凝结为一体 部分彼此 以生命血气为指章 以精神为颜料 毁出这样一幅旁布画卷 若是与人怼敌 毋庸置疑 杀伤力太恐怖了 这是一幅无敌画卷 还有点不足 楚风自语 哪怕现在伤得很重 他也想泼墨 再勾勒出一番 这 真是在焚烧自我 点燃生命血气 用精神颜料去铺血 一刹那密密麻麻 更多的星体出现 百强星体 围绕在他进前转动 绝对能诊视 而他不想止于此 留下开放型的悬念 脱没出浩瀚宇宙 作为远景 留给将来 当然 重点是他这个人 凝结这幅画卷 屹立于中心 到了这一刻 楚风真的坚持不住了 摔倒在祭坛上 满身是血 伤口密密麻麻 接近解体的边缘 他承受不住 最后 虽然只是模糊的勾勒 并未去戏会 但冥冥中的反噬 已经让他要 生死盗硝了 走了 楚风感觉到血液干枯 身体不听使唤 就是精神都开水僵硬 这是要死掉的征兆 意味着 他泼墨自身的 无敌画卷失败了吗 他生出一种无力感 身陷死境中 楚风运转呼吸法 用精神去呼吸 他不想让自己的魂魄僵固 真要停止下来 那他这个人就死了 濒临绝密 楚风彻底明白 这个领域中的进化者 为什么天才更容易死去 因为但凡自信的人 都想走得更远 想汇出绝世画卷 想要更多 想要抵达这条路的尽头 所以 九成野心勃勃的人都死了 这简直是飞蛾扑火 越是天纵其才 越是不甘 越是想抵达无上进 越进 心中的彼岸画卷内 结果 纯粹是在作死 楚风半醒半昏沉 身体有些冷 内促精神也将熄灭 这简直是 一步一步临近庸明 踏足死地中 最后 楚风宛若死去 一动不动了 连内促精神光夜 都已经看不到 一片黑暗 很长时间后 他才有了意识 楚风觉得 像是经历了一个纪元 那么久远 自己失去神志时 恍若脱离肉身烦楼 前去轮回了 真的有种错觉 空间错位 光阴如歌 像是以水很多年 从墓地中苏醒 他还不能动 身体很冷 没什么温度 跟死尸没什么区别 不过 精神总算是在恢复中 这一刻 楚风心有体悟 呼吸法又揭开神秘一角 进军逍遥境后 当迈入黑暗死亡绝地中 他才感受到 身若死 心若灭 这呼吸法 依旧在运转 让魂恶的魂鱼肉科 保持一种神秘节奏 如同死人在呼吸 最后 他宛如一具尸体 从远古墓地中挣扎而出 回到世界 他那时虽然不清醒 但现在就是有这种感受 接着 他的身体开始发热 不再冰冷 精神则如一轮大日 散发黄金光 跟以前不同了 热烈而赤声 这跟民间传说的鬼魂 还阳 极其地相向 黄牛传武的这门呼吸法 原来如此 他不知道后面的奥义 但对现在的理解 加深一大截 破开一层迷雾 从此以后 威能会暴涨 这门呼吸法很古老 他 蝉水阴与阳 黑与白 光与暗 从对立的角度入手 而后 深入于扩展 经过岁月的沉淀 与洗礼 证明了 他的超凡 难怪 这门呼吸法 早晚各需要进行一次 不像其他法 一天一次就足够了 楚风恍然 接着 他惊悚 看到了什么呢 自己凝润的手掌 再暗淡 再干枯 不止双手 全身都是如此 随着呼吸法的进行 干枯的身体中 像是浮现一轮大日 体魄越来越热 真正还阳 回归到人家 但是 付出的代价有些可怕 之前 他的身体虽然满是伤 破破烂烂 但是一直有活性 宛若流离 神经著成 可现在异常干笔 不再饱满 寸寸干枯 如同从生机勃勃的山川 瞬间化成沙漠 缺少生殖气息 楚风终于明白 为何夭夭为他准备了 八颗亚神兽卵 那东西 蕴含海量的命远 乃是滋补圣品 他现在无比渴望 真的很需要 可惜 剩下的五颗弹在龙虎山 在捉叠空间 他当时不敢带过来 怕跨界是毁掉 毕竟是神卵 很长时间后 他缓过来了 精神光焰跳动 经历一番魔力 虽然缩小 但是更纯粹 只是 这具身体急需补充 连长发都枯萎了 如同秋后的野草般 这是典型的内耗 亏损严重 楚风起身 周围一百星体红大 色彩斑斓 气息恐怖 远处宇宙 背景浩瀚 深不可测 这是用他的生命血气 与精神输写的 真正跟他凝结为一体 哪怕现在身体干枯 但是楚风也感受到 自身战力之可怕 只要出手 就是身体亏虚 也难言恐怖之事 在这一幅 绝世磅礴的画卷内 他屹立中心 所有天体都围绕他转动 他有些念头 是否要超然力于百星之上 现在看来暂时还是算了 短期内不能再妄动 刚才那真是作死 需要循序渐进 楚风想饰演微能 他觉得 自己的无敌画卷中 也蕴含着能量体 是时候试试了 当他动用时 身体一阵摇动 自身的确太虚 但是能量体出现后 他一下子僵在那里 再也不量枪 他无语了 这 别人是青莲 菩提也 太上芭蕉 一尾杜江等 他这是什么呀 一块又一块 墨盘大的石头 仔细看 绝非墨盘 全都圆滚滚的 皆质朴无华 宛若磐石 楚风一脸 便秘之色 僵在这里 别人出手 那可真是天花乱坠 落影缤纷 妖艳迅丽 五光十色 都是各种能量花朵 衬托的天地都祥和美丽 到他这儿 怎么如此的诡异 他风中凌乱 完全傻眼 不过很快他醒悟过来 这是缩小版的百强星体 暗淡归真 化成了大石块吗 楚风张了张嘴 没说出什么 然后摸了摸下巴 最后干笑 这还真是另类 一番检验后 他平和了 相当的有底气 因为他觉得用这东西 去砸花草 不是一般的霸道与狂野 有些欺负人 到时候 估计吓坏一片人吧 楚风直接淡定 嘿嘿的笑了起来 当他的能量体出世 估计所有人都傻眼了 而且一般的人 怎么会想到 这是前百星体 估计都会有眼 不识真尊 远处 四根锁龙庄 当当作响 被楚风撤掉 而后收紧了 空间瓶子内 楚风出现 站在祭坛上 面对所有人 这幅尊荣已出现 直接吓到一群人 祭坛下的敌手 皆惊察莫名 换了一个人吗 不对 那就是楚风 可是他怎么瘦成 这个样子呢 都快皮包骨头了 肤色暗淡无光 而原本如绸段子般的 齐腰长发 现在更枯黄的野草一般 嘿嘿嘿嘿 妄想做出绝世画卷 结果失败 此身差点陨落 窥空的厉害呀 穿山甲圣子猎山笑了 雪白牙齿锋利 有点瘆人 陈戎惊喜 这个眼中钉 简直是在作死 一看 就是在用血气 与精神 晦自身的画卷时 出了大问题了 一步走过来的 了解内情 这个层次 在做自身的画卷时 谁不想史上留名 哪个甘心平凡 都想汇出绝世画卷 然而 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吞噬众多奇才的生命 越是野心勃勃 越容易早死 元首平台上 一群人都叹息 感觉楚风以血气 与精神描绘绝世画卷时 出了大问题 然而这时 楚风却对外开口 各位 狩猎时刻到了 谁想下订单 抓紧啊 朱雾鹊大笑 嘿嘿嘿 他完蛋了 之前 他说跟我们所有人 决一死战 结果却直接顿走 逃到这里 现在顾忌成眼 不过是想唬住我们 实际准备突围 红毛山鹊 一会儿保证打的你 跪地上唱征服 楚风镇定无比 问外界众人 有没有人 想买他一盏歌喉的妙音的 啊 自然也有影像赠送 元首平台 许多人无语 他真有信息 怎么感觉像是死鸭子嘴硬呢 因为他这种状态 跟书中记载的一样 作画有八成几率是失败了 哪怕真的完成了 恐怕 也有各种致命的破绽 前嫌经验太丰富 早已总结出这些症状 一时间 元首平台上 很多人对他颇为同情 原本以为一颗心心 然然升起 现在看来 面对敌群环绕 他压力太大 最终出事 此计 在那狱外 甚至有圣人在关注 连他们这种存在 也看不到楚风的底气 只能见到他若不禁风 卓也从另一侧面说明 楚风这次做出的磅礴画却 很成功 此时 猎山 李凤 朱无雀 宇文峰等人的祖上 不是亚圣就是圣人 都在星空中 关注这件事 有人离地球不远 有人在通过元首平台注视 在此期间 有些圣人嘴角都已经露出冷淡的笑 实际上这次他们走眼了 元首平台上不少人留言 兄弟 你状态不佳就算了 楚风想看订单 结果一看 都是这种消极言论 我 已经天下无敌 捕杀神子 猎捕射女行动 正式开始 他直接这么说道 然后 将空间瓶子中被镇压的银龟给拎了出来 直接淬裂一杯真血 含有亚神兽的神性物质 他一口就喝了下去 干枯的面色略为浮现一丝红润之色 而后 楚风直接向祭坛外飞扑 不知死活 让你看一看 我难离金莲神火能量体 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送死来吧 朱雀大笑 吟菩提 夜夜皆经文 前转间 吟花如雪 亦花一世纪 元昆 如一头怒目金刚 也在断鹤 施展能量体 陈戎冷笑 面容无比阴冷 抬手就是最强手段 桃花园景象浮血 落鹰缤纷 这一刻 众人齐出手 要轰杀楚风 而他却在露出古怪的笑 要展现自己的能量体 灰红的祭坛 跟一座雄浑的大山似的 楚风一跃而下 扑杀下来 他耳畔呼呼声风 速度非常快 至于下方 那可真是尾霞艳艳 彩光条条 五光十色 都是迅烂的能量体 毋庸置疑 下方是一片危险之地 但是却非常美丽 流光一彩 炫目而祥和 楚风二话没说 在半空中 就开始动用自己的能量体 第一次暴露在世界 一时间 墨盘大的粗糙石头翻腾 一块接着一块滚滚而下 这场面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下方金链 一株又一株 在南离生火中浮泻 光于阵阵 腰眼而璀璨 银菩提 也是于宁静中绽放 神圣气息扑灭 荧光漫天 楚风周围都是飞舞的大石头 暗淡 没什么光子 但都是浑源 像是粗烈打磨成的球体 就这么狂野的翻腾下来 所有人眼睛都直了 这就是它的能量体吗 也太粗糙了吧 一股清新的泥石流 就这么滚滚呼啸下来 从未见过 太不讲究了 别说元兽平台上 一群人看傻眼 就是眼下一群敌人 都是直愣愣的 看着满天的大石球翻腾 感觉无语 这是地震了吗 祭坛上的石料 被震落下来了吗 圣女 紫鹰撇嘴 一脸的闲雾之色 真是粗略呀 倒也符合 南荒之地的风格 而朱武雀 则是首当其冲 因为他冲在最前面 都已经腾空而起了 杀到半空中 迎击楚风 他看得清楚 不就是破石块吗 他嘴角露出凝笑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处风 在他看来 哪些磨盘大的石块 算什么能量体 太粗糙了 真正的能量体 都跟蕴含道理符文的东西有关 比如他现在施展的能量体 一株又一株金莲发光 速速摇动 锦霞万道 锐彩喷补 更是有难离火 腾腾的跳动 这种气象 这种盗玉 一看就蕴含着惊人的能量 足以震杀一片高手 的确 莲这种植物 异常不凡 这是共识 各族都喜 以它为能量的展现形式 如佛族的至高连台 道族的无为道连等 眼下 主武却凝笑着 动用着气象万千的金色神连 霞光滔滔 锐彩满天 他驾驭离火 轰杀向了楚风 他有信心 一个照面 就碾碎所有的石球 让他们真正的滚滚而去 双方接触 撞在一起 元寿平台上 一群人想闭眼 都不忍心看了 从未听说过 石头蕴含道理符文 这真不是什么好能量体 他们对楚风暴以同情 为他惋惜 不愿见到他 落个七彩下场 可是情况不对头 众人使劲眨眼 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朱雾雀在退 这是什么情况呢 可以看到 朱雾雀脸上的残忍笑容 还没有消退呢 依旧在保持着 表情没来得及换 可他却已经在倒退 确切的说 是横飞 并不是从容的倒退 是被砸飞了 一块又一块 墨盘大的石头 劈头盖脸 向着他狂砸而去 太粗暴了 都不带停顿的 就这么一吸接 朱雾雀已经鼻青脸肿 斩衣破烂 至于他的能量体 那美丽而灿烂的金莲 在离火中没有获得永生 而是被一颗又一颗石头 砸得稀巴烂 那些石头也不是很多 这次 楚风就动用了十几颗而已 全部堆向了朱雾雀 砸得他简直是风中凌乱 痛苦不堪 他很想 嗷嗷大叫 这么粗糙 看起来什么都不是的大石头 坚固得一塌糊涂 硬得离谱 他的那些带着火光 与神霞的金莲 居然不能将之劈碎 喊之不动 他感觉自己有点惨 一只手扭曲了 这分明是骨折 刚才阻挡狂一而来的石头 他也是拼了命了 砰了一声 下巴被砸中 他一声惨叫 因为下巴贪险 绝对是骨折了 他张口喷血 两个牙齿都跟着吐了出去 这真是太凄惨了 接着 他被这么大的石球 接连砸中 被堆在下面 惨不忍睹 他觉得胸膛都要炸开了 分明是骨头断了 咳嗒一声 肩胛骨被砸里 接着额骨剧痛 让他恐慌 若非他躲避及时 只是擦中 刚才 多半就会被砸破头颅 他在清醒 这些能量体没有炸开 不然的话 他现在更惨 多半会身体破烂 甚至已经死掉了 即便如此 他也吃不消 简直要被砸死了 可以说 粗暴得一塌糊涂 他真是承受不起 这是从未有过的经历 后方 一群人也看得目瞪口袋 这什么情况呀 朱武雀在演戏吗 被翻滚的大石头 砸得口鼻喷血 招架不住 他冲上天空时 英姿伟岸 赤霞绕体 被砸下来后 跟个破步口袋似的 这前后反差也 太大了吧 最重要的是 朱武雀要死了 差点被直接砸死 关键时刻 朱武雀动用保命绝学 浑身发光 竟然在朔夷 曾原地消失 带着刺目的红光圆去 出现在树立地之外 他大口喘气 事实上 胸膛都塌陷了 都有些漏气了 完全是被砸的 一头光亮的红发 现在更是乱糟糟的 满是血 粘成了一揪又一揪 头破血流 这还是一个 鹦鹉的圣子吗 这小模样 噱里糊啦的 太凄惨了 刚才 他如果不是动用 雅圣阴九雀 开创的妙述 朱雀祥空 估计都被砸烂了 在座台上 一群人都目瞪口呆 而后无数人怪叫 事情还没完 刚才这一切都是电光 失火间完成的 既他那里还在战斗 因为 在朱武雀后面 还有金刚元一脉的圣子 袁坤 皮毛发金光 要对楚风下死手 他原本 跟朱武雀一起冲出去的 不过 刚才朱武雀很霸道 凌空而起 想第一时间击毙楚风 所以抢先一步 现在呢 楚风挥动漫天大石球 砸完朱武去 而后 噼里啪啦 又堆向了元坤那里 银菩提 的确很非凡 一株璀璨大树 荧光缭绕 十分炫目 所有叶片都在飘舞 化成银色狂风 冲向了楚风那里 但是没什么用 大石球 狂轰乱砸 满天叶子破烂 到处飘零 而后炸开 袁坤说的好听 银菩提 夜夜皆经文 但是他根本没到这个层次 勾勒不出来 这种传说中的绝世话卷 至于说 经文千转 音华如雪 经文叶片 飞舞一花一世界 那就更不用想了 前十足中的佛族的嫡系 都不见得能描绘出 所以 袁坤悲剧了 被砸得眼冒金星 蹊跷狂流血 他气得 简直要爆炸了 就这么瞬间 他的脸疼凹陷了 被砸憋下去 面部骨折 更是让他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其他部位更惨 轰隆一声 别说银色的菩提叶 就是那株银白大树 都被砸得爆碎 彻底炸开 袁坤门哼 他的鼓鼓被撞断 这简直是耻辱 臀部破烂 被砸得开花 血液横减 至于前后兄 背等 不断炸裂 血流如主 很多地方 古断金蛇 要多凄惨 有多凄惨 整个人要被毁掉了 袁坤 耳地一声长嚎 全身金色皮毛抖动 一刹那 他从佛族学到的能量体 都消失了 荧光尽脸 生死关头 他咆哮着 一头力气滔天的金刚员 从他身后浮现 那是能量体 冲向楚风 撞开一颗又一颗大石球 这是该族的真型 显化祖先真容 也是一种能量体 被逼到这一步 他自然得拼命 砰砰砰的 袁坤的真正实力很惊人 但以满理而言 超越了诸武雀 该族的真型能量体 正开那些石球 清理出了一片空间 楚风无语 金刚员一族的圣子 还真是 本族能量体这么厉害 非要附庸风雅 用佛族的吟菩提 是觉得美观吗 不过他毫不担心 十几颗星体不移 那就再来时刻 一瞬间 总共二十几颗大石块 化作一股清新的泥石流 滚滚而下 将袁坤给堆在了下面 这一次 袁坤很惨 大叫出声 别说什么鼻青脸肿 现在面皮都快砸没了 骨头断裂 噗的一声 他的一条手臂 都被砸得断落下来 而回一条腿也被砸断 袁坤咆哮 爆发出一团黄金光 动用保命绝招 裹着断臂与断腿 仓皇而逃 那是该族的真型能量体 进一步铺展成化绝 将它裹了起来 逃出战场 出现在树立地之外 跟猪武雀相邻不远 这两人都大口喘气 而后彼此面面相去 全都是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怎么会有如此遭遇 邪门倒让人发毛 这跟他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自身 这是壮邪了吗 袁坤平台 一片狼嚎声 神仍啊 人仍的 这什么能量体 太奔放了 无比的狂野 连那一体魄强红文明鱼似的 金刚元一族圣子都受不了 被砸的屁股尿流 这真是粗暴啊 我喜欢 我靠 一种全新的顶级能量体问世 真恐怖啊 差点将猪武雀 与那头金刚元活活堆死 袁手平台沸腾了 一群人吵嚷着要下订单 鸡坛上 传来惊慌的惨叫声 那是陈戎 刚才 他紧邻朱雀与袁坤 就在他们的后面出手 陈戎原本嘴角亲着冷笑 带着残忍之色 他觉得 这次猎杀楚风要成功了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呢 还好 他站在后面 最后关头果断收手 转身就逃 可楚风 恨透蓬来的人 见到他想逃后 二话没说 直接拿石头向前堆 要活埋了他 镇成肉泥 陈戎接连出秘宝 结果全都被砸坏 破铜烂铁一地 还好 他带来的人足够的忠心 一窝蜂的向上闯来救他 这片地带 血雾绽放 蓬来的人被楚风一口气砸碎了二十几人 其中不乏一些实力非常高深的老者 至于陈戎 终究是被一块大石擦中 当场鼻梁鼓塌陷 凹扁了下去 并且门牙等全部被震落 相当的惨 这时候 砰的一声 他的右肩也被擦中 一条手臂煞开 血液洒落 他凄惨地叫着 摔倒在远方 总算是逃回了一群神子 圣子的大本营中 这时 一群人都发毛了 全都正在这里 此刻 想表现出鹦鹉之子的处风出了问题 原本在驾驭大石丘而行 可现在身体实在太虚 竟一头从天空中扎了下来 你大爷的 楚风诅咒 他姿势都摆好了 想来个横空而立 英姿为岸 神华尽险 结果呢 摔下来了 砰的一声 地面被砸了个人形大坑 除却烟沉冒起外 祭坛附近一片寂静 哪怕身为对手 一群敌人都趁目结舌 站在那里 无话可说 这是何意啊 故意摔下来 等人冲过去 而后 他好扶杀 这些人 硬是没敢轻举妄动 一个个惊疑不定 身形僵在那里 元首平台 当真是万籁俱计 一点声音都没有 太安静了 刚才还废反迎天 傻世界 所有噪音戛然而止 一众人都目瞪口呆 看着那一幕 总觉得场面诡异 片刻前还有许多人狼嚎 羡慕嫉妒 说楚风开创了一种 特殊而强大的能量体 风采过人 英姿勃发 结果转瞬间 他就这么一头炸下来了 在一片称赞声中 砸下一个人形大坑 终于 元首平台有人大笑 幸灾乐祸 这么强势的楚风 居然在关键时刻一头栽在那里 怎么回事啊 这是在诱敌吗 还是自身真不行了 难道他身体干枯 而不能久战 有人胡疑 也有人惊叹 哎呀 这兄弟太邪乎啊 不仅可以用石球砸人 厉害起来时 将自己都砸出去了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看到没有 几天之地都砸出个人形大坑了 有人附和 一本正经的点头 嗯 的确厉害 恨人一个 关键时刻 绝对能将自己也砸出去 你们一群人他大爷的 这是楚风的心里话 在烟尘中 他咳嗽着 从人形大坑中爬了出来 心中诅咒 这也太不应景了 本应辟逆群敌 进展宣昂之资 结果 掉坑里了 这时候 宇文峰 陈荣 猎山等人 顿时明白 刚才他还真不是装的 的确是体质 太虚 衰落尘埃中 有些人 眼冒凶光 刚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猛冲上去 多把可以 很容易的毕掉楚风 可是呢 他们错过了 现在看他站起来 哪副姿态 虽然枯手 看着很虚弱 但绝对还能做困兽之斗 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对处风心有忌惮 因为他刚才太凶残 漫天飞舞大石头 成片石球滚滚而涌 将袁坤都给砸残了 让猪武雀 都古断金蛇的横飞出去 太粗暴与狂野 这简直就像是 与世隔绝的 荒痞星域中的那些怪物 有这样的星球 拒绝科技产物 不允许星际网络覆盖 但是 那里的个体 偏偏一个个的强大可怕 连圣人子寺 都被那里出来的蛮绳 给秃掉过一些 作风是相当粗犷 此时 尽管各位神子 圣女 眼底身处是寒光 恨不得立刻击毙楚风 但是却没敢妄动 甚至有些人萌生退役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直觉都很准 觉得楚风有点邪乎 再死磕下去的话 哪怕能杀了他 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 可是呢 这么一走了之的话 一旦传出去 他们名声避坠 围猎土著 结果 让他从容而去 这也太失败了 与外 有生人在关注 比如君陀 阴九雀等 面色阴沉 小小的一个土著 竟一而再的翻出风了 有人违规 直接在域外传音 号令此地 神子圣女 让他们出手 当然 真正开口出面的 不是他们本人 而是坐下的道童 师弟激荡 他现在外墙中干 十分虚弱 正是除掉的好机会 楚风听到这句话后 双目疏的露出寒芒 这声音不是第一次听到 被鸡血族与西林族 追杀他时就出现过 不断为那两族人马 指出他逃向哪里 让他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现在 这个道童又开口 而且是肆无忌的 在干预这一战 虽然 遥遥以及他的叔伯 跟这些人 没有什么正式约定 但各自却也差不多 默认了一件事情 自此 都不再插手 事实上 域外的人 想要出手也太难了 可现在 军陀的道童又现身 非要干预 这 显然过界了 圣人吃相太难看 为了杀一个小辈 如此做 实在有些不要脸 当然 他们还是使了一些手段 军陀暗中出手 插那屏蔽 袁寿平台的天眼等 不曾捕捉到 他做下道童干预的事 然而 他们却让楚风听到 让他知晓 这是在蔑视 就是想告诉他 他们践踏所谓的平衡 又能怎样 效果明显 原本有神子 圣女都动摇了 想先退出这片秘境 再说准备更为充足后再杀楚风 可现在都留下 要为杀虚弱的楚风 君陀 你个老王八蛋 楚风哪管他是远古圣人 还是亚圣 直接开马一点也不在乎 而后 他更是冲着宇文峰 猎山 旗羽 紫鸾等喝道 停 接着他二话不说 从空间瓶子中 将银龟又给拎了出来 果断 而迅速的淬炼出一些足血 带着神性 他一口灌进嘴里 咽了下去 补充虚弱的身子 并且 他直接祭出能量光叶 开考这头星河龟 砸血后代 准备给吃掉 银龟大叫 虽然被废 离死已经不远了 可是被当做失误 还是让他暴躁不安 君陀 爷子烤乌龟呢 你能怎样 而且这是预言 等以后 我必然要烤熟你 楚风日彻底豁出去了 既然对方不要脸 那以生人的身份 一而再的 针对他 那也没什么好客气的 就是这么高调的 山君陀的面皮 袁寿平台上 一群人面面相许 这还真是 一言不合就开吃 君陀鼓声 惹上他太倒霉了 狱外 君陀的战车伏迹 混沌翻腾 他心中真的有一股火气 想杀一个小土猪都不能吗 君陀的声音 在某座名山深处响起 喝水淫归的兄长 白银神子 你的包地都被人吃掉了 你还真沉得住气呀 老祖 我这就踏出星路 进入这个星球的主空间 去杀他 白银神子 在折叠空间中叩手 浑身 荧光暴涨 稍等 我赐你一幅特殊的驾照 待你能动用时 再过去杀他 风扇之地 祭坛前 杀气冲销 猎山 宇文峰 展鹤等人逼己 要杀楚风 就是陈戎都在捂着嘴巴 在那里发痕 命令人 将几件长玉骨器 重新牌里 在这里布置 进而绝杀 他想咬牙都不能 因为 门牙等 都被砸掉了 鼻梁也断了 此时他面色阴狠 对于容貌交好的女子来说 这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 朱雾却 再次临近 杀了他 什么石头能量体 土具满力 一时间没有防备而已 手里的时刻到了 涂掉这个土著 他鼓动众人 非常不希望楚风能活下去 今日 他眼中的腻一种 展现出来的能量体 太要挟了 这让他 非常的不安 他有种直觉 如果今天不能趁势 击毙楚风 那以后就更难了 并且他在狐疑 楚风究竟 泼墨出怎样的进化化剧 该不会真是星空中的 绝世名片吧 尽管不相信 可他还是有些忌讳 打起皇子 齐宇 目光悠悠 要杀楚风 同时 也在向星河归族的圣人示好 杀了他 竟敢这么的张狂 折辱圣人的后裔 立刻涂掉这个丧心病狂的土著 一群人逼近 不可能看着他 烤熟银龟吃掉 怎会让他恢复精气神呢 有秘宝 已经呼啸着打了过去 袁坤也来了 跟众人一块出手 傻 楚风没说什么 一巴掌 拍死银龟 坐给君陀看 玩后 直接扔在一边 嗖的一声 他躲避一出去 没有跟这些人硬汗 在众人看来 这也自然是身体虚弱的体现 不过 这也的确是事实 楚风取出一颗猪果 呈紫红色 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 富裕芬芳 他在借圣药疗伤 虽然有些心疼 但没得选择 这原本是留着进化用的 可此刻 不得不提前服食 一股红光 从他身体中充起 干枯的身子 短时多了一股生计 同时 他体内的黑白小 莫盘在疯狂地运转 汲取这片秘境中的能量 补充所需 楚风面色一变 这诸果内最主要的 还是进化物质 作为触媒用 效果绝佳 可他现在 不想提升体质 一旦再次稍微的进化 必将又要耗干血气 这简直是让他无言 每次进化都非常激励 会先内耗 然后才让身体打破繁笼 这就是每次都会饥饿难忍的原因所在 诸果能疗伤 也能促进进化 若是他身体强壮时 生命气急浓郁之际 这是圣药 可现在却有些危险了 须不受补 说的就是他 最理想的情况是 他腐蚀掉剩下的那五颗亚神兽卵 让自身血气旺盛如海 生命力真正补回来 这样吞下诸果 那就不怕什么了 越强而越强 所以 楚风吞了一颗诸果后 无比谨慎 他现在 应该吃掉一个一类圣子 较为何事 轰隆一声 他催动了二十几颗石球 阻挡各种秘宝 进行防御 而后 寻找目标 没有上来 就大概一场 圣女 紫鸾带着弹笑 并且撇嘴 看来真是虚弱不堪 依照他的作风 如果还有实力的话 肯定会激烈无比 以石头为能量体 实在粗笔 不愧是蛮荒星球的土著 赏不得台面 楚风听到此语 二话没说 二十几颗石球 一块地堆向了他 诸位 别留后手 灭掉他 大齐皇子喝道 他已经展现绝学 全意轰出龙银阵阵 朱武雀 陈戎 袁坤等 一个个也都神色阴冷 全力以赴地出手 二十几颗石球被震开 没有能攻过去 朱武雀宁笑 看你怎么活下来 他这时放心了 这个敌手 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他一人不是对手 但是这样连妹出击 绝对能狩猎成功 这就是一头困兽 马上就要死了 语外 传来圣人冷漠的笑声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知道 楚风的能量体确切底细 更不知道 他到底泼墨出 怎样的一幅画卷 所有人都以为 施展出二十几颗粗糙的石球 已经是楚风的极限 楚风体内像是在焚烧 诸果药效发作 又在内耗血气 顿时让他身体越发干苦 可是 他的战力却也在增长中 因为的确在缓慢的蜕变 须不受补 这很矛盾 同时 他体内的黑白小磨盘 也在疯狂运转 接引来海量的能量 可是 他现在缺少的 可不是纯粹的能量 而是真正的生命本源 需要补充生机的东西 这就导致他力量增长 可是 身体却越发的干枯 像是一根竹竿 细群蝼蚁 杀你们全部 楚风喝道 自身血气亏损的厉害 可是能量却在包拥 这种情况下 他自然想速战速决 楚风一口气 催动五十几颗石头 向前堆去 没什么花哨 直接是野蛮的碾压 其中的几人 此时 有人发出的声音 都不像是人叫的了 袁坤惨烈 下半截身体被打成了一团血雾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大齐皇子惊叫 接着 又多了几颗石头 足足六十四颗 砸完袁坤 便震荡向大齐皇子那里 将他给淹没了 满天石球翻滚 这场面一点也不祥和 但是太实用了 完全是碾压 那些花草能量体 比不过百星化成的能量体 也只是在见证 接下来的恐怖事件 其他人惊悚 啥呀 啥呀 这也是不能罢手 怕被楚风逐一给击破 结果呢 楚风前方的石球 又多了一些 凑足到七十二颗 这让人有崩溃的感觉 这也太奔放了 他到底能驾驭 多少颗粗糙的能量石球呢 同时 人们也在怀疑 他究竟画出了 怎样的一幅画卷 哄的一声 震撼性的一幕出现 楚风虽然身体过于虚弱 自身在量强 但是 七十二颗石球 竟将一群人都砸得倒飞 陈戎尖叫 神子圣女中 他是凑数的 是最弱的一个 腰腹以下 被某一石球砸中 彻底消失 翻滚出去 在血泊中哀嚎 穿山甲圣子猎山 一只手画成寿爪石 被砸得血肉模糊 彻底烂掉 子鸾 那个很骄傲 一直撇嘴 奚落楚风是蛮子的 秦族圣女 现在被阵的身体军力 差点炸开 兄弟 别毁容啊 完整的圣女 更值钱 我买 我买 我下订单 严肃平台上 有人在嗷嗷大叫 很焦急 楚风哪管这些 眼下能杀就杀 成群的石球 滚滚而去 堆积向前 一力降石毁 让子鸾圣女 尖叫 他在逃顿 各种秘宝都解体 被打碎了 可恨 我们观想 京阶的强者 为夸切 而自占道行 结果这般落难 他悲愤 砰的一声 他下巴差点炸碎 被一颗石球擦中 整个人横飞 满嘴都是血墨子 沈一样的表现 这兄弟太奔放了 石球滚动天锋 将一群神子圣子 给打得横飞 天哪 这 这 这种能量体 注定要明动星空 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 近年来最佳之一 是否有机会 冲上能量体黑马榜 大有可能啊 就是有朝一日 闯入十大星球 制定的那个恐怖榜单 我也不会很怀疑的 这么狂野 分明潜力很大 元寿平台炸锅了 而楚风 感觉身体能量很多 但是身体却越来越虚弱 生命本源在下降 他一冲而过 拎住一条胸擒腿 而后直接烧烤 现场补充生机 那是谁的呀 元寿平台上 一群人发呆 很是吃惊 刚才大战很乱 各种血雾绽放 神子碧腿 圣女负伤 都没有看到 谁丢下了这条腿 当朱武雀 嗷嗷怒叫的时候 众人了然 太凶残了 楚风之明 注定要明动星空 一边打战 一边吃圣子鸡的声音 元寿平台上 一片喧飞 我有点期待了 他的能量体如此恐怖 而他泼墨的画卷 该不会真是绝世之作吧 能否排进那个 可怕的榜单中啊 订单 我要下的圣女订单 计台下 血迹斑斑 乱石横尘 各种林甲 羽毛等不少 烟尘冒起 刚才战斗非常激烈与混乱 朱武雀要疯了 一条腿 齐根而短 鲜红的血发光 喷战赤霞 孤孤而涌 最为可恨的是 他看到了什么 楚风架住那条阴雀大腿 竟然丧心病狂的 在那里狂烧烤 这简直无法忍受 他就在这里 看到凶残的混账 要吃他大腿 这让人情何以堪呢 西年 星空骑士 烈食于这颗星球上 身为亚圣阴九雀的后代 他被寄予厚望 怎么落到了这部田地 竹雀浑身喷咬赤霞 简直要炸裂了 这是人生耻辱 楚风在烤那条禽腿 将上面的红色羽毛 烧掉大片 他皱起眉头 因为 这般原始 带毛烤熟 跟如毛阴血 没什么区别 他起身 抱着阴雀腿 冲向不远处的一片泉池 结果呢 半路上一个踉距 差点 一头扎在地上 爆发后遗症 险险 他迅速剥皮洗净 动作先说 而马里 而后 扛起这只阴雀腿 转身就跑 人门不解 他居然在逃 快出手 接杀他 强弩之末 他身体不行了 朱雀在叫 他一跃而起 横冲了过去 一条腿也要追杀楚风 众人醒悟了 看楚风受骨临巡 都快受成骷髅了 血肉精华等流失严重 有油锦灯枯的迹象 原本 一群人都要顿走了 可现在都止步 部分人 想回杀 楚风没有理会 扛着十几米长的 胸擒腿 冲上祭坛的青石阶 都不带回头的向上跑 可恨 可恨哪 人们意识到 措施良机了 刚才真是好机会 楚风登上雄魂的祭坛 较为顺利 因为 他的进化层次拔高了 而且 一路都是在动用乌黑的 阵御印 上来后 他直接就躺在那里 一动都不想动 星河归蛋 楚风很渴望 如果有亚神受卵 不至于落到这一步 现在内耗的太厉害了 已经皮薄骨头 虚弱不堪 楚风 你给我滚下来 朱雀叫阵 眼睛要喷火 哪怕刚才差点被打死 现在也站在最前面 因为 祭坛上那条十几米长的腿 太显眼了 当着他的面 要在那里烤熟 这简直让他要发狂 爷没空搭理你 楚风大口喘息 尝试坐起来 试了几次 他又躺下去 免如金指 缺少生命活气 楚风体会到 生命本源即将枯竭 还是别乱动为好 先恢复一些再说 他躺在这里 搓了搓双手 冒出能量火焰 烤这只粗大的青腿 这就是救命药 云还有浓郁的生机 朱雀眼睛喷火 体外红色火焰熊熊焚烧 从来都没这么憋屈过 几台下 陈荣撕心裂肺的尖叫 他也很惨 腰部以下被砸成了一滩血泥 牙齿鼻子早已被毁 陈荣披头散发 七里嚎叫 谁能杀了他 我必有重心 我 我乃蓬兰正头 你竟敢如此对我 楚风没有理他 看他歇斯底里的样子 完全被气疯了 穿山甲义族的圣子 立野山 眼神阴冷 他的右手消失 被一颗石头砸烂 需要知道 该族体质特殊 可开凿石山 横穿 太古大狱 都没什么问题 可今日 硬是被一堆石头 差点堆死 袁坤 一头金色皮毛满是血 双目有些空洞 倒在雪坡中 已经起不来了 这时 有人在后退 见到楚风 逃上祭坛 在那里靠阴雀腿 担心他能补充部分元气后 再逞胸 所以想退走 宇文峰 斩鹤 白陵等 都想先离开这里 祭坛上 楚风豁得坐骑 用尽力气 江四跟索龙庄猛然致出 截断出口那里 他 直接想封锁秘境 他都这么虚弱了 还想留下众人 所有人面色都变了 感觉楚风野性十足 自己都已游进灯窟了 还敢这么蛮横的截断道路 真是自负 这一刻 就是教阵的朱武雀 也生出不好的念头 另外几人就更不用说了 有些后悔 刚才不该追击 应该果断退出这片秘境 才对 走 先突围出去 一群人退后 要破开索龙庄形成的场域 就是陈荣也不在歇斯底里 让人背着他快速远去 恨不得立刻逃离 你们今天在这里服杀我 一会儿 咱们慢慢地算这笔账 祭坛上 楚风说道 胸擒腿肉质发光 有浓郁的香气 楚风没有一点浪费 开始狼吞虎咽 像是一头滔铁 一瞬间就吃掉小半条腿 要知道 这条阴雀腿 可是十几米长 楚风浑身发光 所有肉质都被炼化 没有浪费 生命之力被吸收 而过多的能量 则从他的身体冲出去 这也等于是一种犀利 哪怕皮薄骨头 毛孔也都张开了 赤匣冲刷 全身璀璨 整整一条胸前腿 那么粗大 整体被他化成精气 宛若惊吞 最后 楚风脸色红软一些 身体略微膨胀 这太有效了 楚风估计 再吃上一些生命物质 浓郁的血肉 多半就可以让肉身 饱满起来 他双眼发出绿光 盯着祭坛下方 在他身边 只剩下一根大骨头 经营肉质 被啃得干干净净 远处 正在破解场域的猪屋区 被气得浑身颤抖 寒毛炸力 这个买主千叮宁万嘱咐 他不想要 缺个不少腿的圣女 楚兄 我也已经下订单 要高等星球上的圣女 李凤 就是你说的那个 拥有大长腿的 宇宙超摩羁圣女 楚风瞥了一眼光脑 等我吃饱了再说 啥 一群人发症 而后全都跳脚 听他这意思是 要先大吃一顿 到这时候了 这些神子圣女 还能剩下几个呀 太凶残了 兄弟 不要抱天天舞啊 千万不要再吃了 回头 老哥我给你邮寄一包高界食材 保你龙金虎猛 别吃圣女啊 一群人纷纷劝阻 被他彪悍的风格吓得不轻 你要吃就接着吃猪五雀吧 反正也已经残了 其他的别下嘴啊 留着啊 我要那个银发飘舞的白灵圣女 兄弟 这个千万别吃掉 元首平台上 一片暴动 不少人坐不住了 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凶狂的一塌糊涂 片刻间而已 人魔楚风之名不惊而走 楚风皱眉不情愿的说 行吧 事情况而定 我看一看自己是否要留下一两个圣女 然后再考虑留一两个拉车的神子 元首平台上 一群人真是被刺激的不轻 这个土著太奢侈了 他先挑圣女 还要留神子为他拉车 这种做派让人无言以对 一群人羡慕嫉妒恨 因为 哪怕他们竞拍神子圣女 也不敢公开 哪里能像楚风者肆无忌惮呢 他们估摸着 就是那些富有盛名的古老星球上 那些道子 那些最恐怖的门徒 都不敢这么招摇 我有些羡慕了 真是山高皇帝远 去那宇宙边缘 这样一颗蛮黄星球上 谁都管不到 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连圣人都降临不下去 让老夫眼红啊 无想年轻 五百年跑到那颗星球上去 神子拉车 圣女仆走 楚秀 你可真是孽处啊 不过 咱们 作弊 交易如何 容我踏上星路 跨界过去 跟你混了 到时候 你好好招待我 可否 秘境中 子鸾 宇文峰 李凤 猎山等人 听完是一个个 脸色铁青 真被当成货物了 身为一族神子圣女 情何以堪呢 这一次 楚风从祭坛上跃下 像一杆标枪般 钉在地上 吐石蹦剑 他的眼神 如同闪电 从烟尘中透出 他向前逼去 看得出 他恢复了不少 身体不再非常干枯 有了一些光泽 血肉略微鼓胀起来 沿途地面上 有一颗头颅 双目怨毒 紧乎喷火 这是大七皇子祁宇 在不久前的一战中 被楚风生生用石球 给堆的肉身爆开 只剩下这颗头颅 还在苟延残喘 但活不长久 楚风一脚踢出 让他飞向半空 而后 扑的一声 化成一团血物 彻底的结束他的性命 清算开始 他在大开杀截 袁坤 早已划出本体 倒在血泊中 因为下半截身子消失了 行动不便 而现在也没有人照顾他 他是一头金刚员 现在怒目圆征 想要垂死反抗 楚风二话没说 凌空一脚踏下 让他全身骨折 瘫在那里 楚风宣布他的命运 这个留着卖 袁处 那些人在冲击 想要突破锁龙庄的封锁 逃出这片地带 但是来不及了 楚风赶到近前 一气上 现在唯有冲死战了 星空骑士的后代 是吧 你这逆种 宇文峰不妥协 话语森冷 他们在庐山就曾对抗过 你的祖上是星空骑士 宇文成空 我现在奈何不了他 就从你身上 收回一些利息 为及先民中那些 妇孺老弱 楚风 对星空骑士 非常的仇视 在月球上 宛若亲身经历 他们连墙堡中的孩子 都不放过 以长毛刺透 直接挑飞出去 至于 十一二岁的少年等 更是毫不留情地 挥动屠刀去消首 血腥残暴都令人发指 楚风向前冲去 一拳击出 天地震动 我宰了你 宇文峰知道 无法善了 但不会低头 骨子里的残暴 以及嗜血 来自于祖先 他森寒无比 挤出一些秘宝 想跟楚风决一死战 可惜 他为了跨界 想提前过来 自斩道合 现在根本不敌 楚风不想浪费时间 拳头周围 墨盘大的石球 滚滚而动 向前镇压 宇文峰长豪 在他的周围 出现金色纸张 浮现出来 这是他 泼墨的画卷 可惜 只有两张 无子天书 模仿的不够 在那里 金色纸张炸开 他用血气为止 精神为颜料 凝结的画卷 崩碎 成片粗糙的石球 碾压过去 粗暴而狂野 楚风一冲过去 一拳 贯穿宇文峰的躯体 让他胸膛前后透亮 他僵固在那里 一动不能动了 接着 宇文峰 轰的一声炸开 爆成了一团血雾 这里鸭雅 鸭雀无声 兄弟啊 太浪费了 我想私下买一个圣子 你就这么杀了 元寿平台 有人抱怨 这是非卖品 必杀 轮到你了 星空骑士的后代 楚风 盯着缺了一条腿的猪武去 出乎预料 之前叫得最凶 无比强势的亚圣后人 现在居然发毛 颈低头服软 请楚风留他一命 这 所有人都惊诧了 狱外 亚圣阴久 却勃然大怒 感觉耻辱 唱一首征服 楚风说道 给他找了一段 后文明时代之前的音乐作品 煮武却脸憋得通红 很想拼命 但是他真不想死 一时间将在那里 你先考虑 楚风说着 而后盯住圣女子鸾 圣子猎山 还有圣女李凤等人 朱武却盯着自己光脑上 被传送过来的征服 他渐渐的颤抖了 到最后 他的面色彻底变了 这歌词 他越看越是心惊 拿光脑的手都在哆嗦 他从这歌词中判断 楚风可能喜好南风 就这样被你征服 我的爱已入土 终于明白两人要的 当读到这里时 朱武却脸都绿了 让他对着楚风唱这个 他喊毛倒数 比刚才经历生死恶战时都惊悚 楚风觉察到异常 回头看向他 你那什么眼神 何意 朱武却 红发披散 原本 龙惊胡猛 现在蔫了 看着楚风的身体 他脸色苍白 竟无比的恐惧 为了活命 我 朱武却在艰难的抉择 不知道为何 楚风感觉 他那种眼神太一样了 不由自主就打了个冷战 反过来 竟有些发毛的感觉 你什么意思 楚风退后两步 他大爷的 这俘虏的眼神 怎么如此不对头 他觉得 极背凉嗖嗖的 倒退两步 朱武却一会儿看向他 一会儿又看向天空 脸色变了变 真是悲愤 最终 他暗中传音 楚风 我有一妹妹 号称阴雀族之花 青春蓬勃 滋容清丽 十分可忍 楚风一头雾水 感觉莫名其妙 什么意思呀 这 想献上他妹妹 求得一命吗 接着 朱武却再次暗中传音 喜好南风这种事 在星空中最遭人比 嫌恶 一旦踏上这条路 万劫不复 楚风听完后 直接愣了三秒钟 目瞪口呆 没有能说出话来 而后 他勃然大怒 真是岂有此理 敢这么埋他的 幸好是精神传疑 没有被传到星空中 不然的话 岂不是让他 臭名远播吗 我去你老爷的 楚风二话不说 冲上去就大开杀戒 由不得他不如此做 这种言论让他起鸡皮疙瘩 有些发肾 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万一这个亚圣后人 胡言乱语 他一世英明将尽毁 他现在想杀人灭口 赶紧解决掉算了 朱武却分离抵抗 他也豁出去了 真要那么屈辱 还是死了算了 这一次 楚风针对他一人 一口气运转出 五十颗石球 将他堆在下方 最终震成一团血雾 形神俱灭 至死前 朱武却都充满了怨念 他很想骂一声 你个鸡老 可是他没机会喊出口 寒恨而终 楚风长出了一口气 彻底放心了 他特意的看了一眼 征服 这还真是 让他打了个冷颤 不适合让男人唱啊 我更善于 伤心神转装